192 浙江日報 余雪暉 報導互聯網家 2015年7月22日經濟09記者劉諾平市委報導組周敏傑 余雪暉的辦公室在池溪中央大廈23層 一樓大廳的地專略有些法王 鋪在上面的地毯幾乎變不清本來的顏色 這棟大樓增經是這在城市的標誌性建築 也時最高檔的寫字樓 那環是2008年 他進攻之後沒多久 余雪暉就帶著二十多人的團隊入住 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旅 那一年 國際金融危機席捲全球 外貿依傳度頗高的磁溪進入經濟寒冬 彼時 外貿企業接力電子商務形成一股熱潮 當時 余雪暉借助阿里巴巴電子商務模式 已經把父親手上這家小家電工廠的產值 從二千萬元人民幣做到了三千萬元美元 他本人也因此榮英阿里巴巴2007年度的十大網商 當年與馬雲的一張合影如今成了他的珍藏 來不及為舊浪潮退去而徬徨 新浪潮果協著地變的歡欣夫少而來 不管是十多年前開始做電子商務 還是現在摸索著嘗試互聯網加製造業 我都是行動最早的一批行動者 站在中央大廈二十三層辦公室的窗前 而雪暉悠悠地說道 不斷擴清前進的方向 與阿里 京通等頂級互聯網資源對職 推動產業變格 以智能化 DW 質造等全新打法 引導地域產業風貌的重塑 以可量專業服務的引入對職 提供產業轉型的堅強支撐 而雪暉帶領下的慈溪家電館 正以普團實踐全網營銷的星星之火開 R 源之勢 產業互聯網 少而未跟過韓國業的人 開各種各樣的會 這是今年3月份以來 如雪暉的標準工作狀態 6月5日下午 慈溪家電館有市高頻滿座 除了慈溪本地稅威 百樂馬 惠普等製造工廠的老總 還有加樂多 斯蓋 幽旺等多家電商公司 樂可可創意等工業設計企業 創投公司等 如H 謀或成立一家新公司 如雪暉是這次會議的發起人 也是最積極的鼓動者 新公司通過合夥人大會加決策委員會加運營團隊加產品小組的模式 把供應鏈加運營加品牌管理深度連接起來 你看 就是這樣一個類似機器人的物件 如雪暉遞過手機級記者看 這是一款用於維生間隨室隨臭的小家電 在現有產品目錄裡甚至找不到它的普世 新公司決定做這樣一款產品 是基於對目標用戶需求的調查 從創意到設計到製造 這一個過程都會引入用戶參與和互動 在一個叫做遲溪製造產業互聯網化的微信群裡 群主如雪暉每天都在就各種問題與群友互動 這一個五百人的超級群 有製造商、電商服務企業、研發設計、營銷公司、物流企業 如同報導一般 如雪暉落於向持溪本地的家電製造企業宣揚這樣的理念 製造企業家互聯網很重要 要便單打獨鬥為普團合作 放開心態、長板換年 否則,面對越來越高的競爭雲纜 抱著寧為雞投不為牛後的思維不放 大品牌夢只會越來越圓 為生間隨濕氣養品已成 正在徵求意見改造完善 按照計劃 準備在今年雙十二時推出 新公司一期計劃投資一千萬元 撬動資金三千萬元至五千萬元 第一年涉水銷售規模兩億元至三億元 在如雪暉的工作日之旅 605 會議是創業生涯的一個轉折 代表一種新嘗試的開始 有一個朋友告訴他 希望這個會議成為持溪家電從有到優 從求量到求質 從分散到專注 從單打獨鬥到互補合作 從鐵牌、生牌、租牌到創牌名 牌的轉折性會議 成為持溪家電產業轉型發展的里程碑 持溪有一千八百多家小家電整機工廠 近一萬家的零配件配套工廠 製造業加互聯網 能做到產能共享嗎? 如雪暉開玩笑地說 每天早上三四點鐘就開始迷迷糊糊地想 很準時努力活動開始 不受控制的淺稅 夢裡都會自動地想 這就是夢想吧! 下個月開始 按照規劃 如雪暉和他的團隊要開始搭建持溪家電產業互聯網化服務平台 運作互聯網加家電產業枯化器 希望枯化出更多小而美的品牌 以後持溪家電廠商要加互聯網 要找人才、找培訓、找智能源硬件、找研發設計、找物流、找視覺服務等等 都可以在各個版塊下找到對應的信息 而雪暉在朋友圈裡寫道 黃石代言某品牌的廣告用實力讓情懷落地 說得讚 我們也要竭盡全力 用心努力 增強實力 讓慈溪家電產業互聯網化的情懷更好地落地 跨境電商 賣全球如雪暉既秉承了接班創業的使命 又把握了真實生活的實善 更結合了天性中的商業靈感 它是在用一種信仰與熱愛的方式來創業 這種態度與方式非常值得參考 這是方太集團創始人毛李祥對余雪暉的評價 當初既不想搞技術生產 也不想跑出去搞銷售的余雪暉 在商業模式上卻慶之極農 有了一家企業 為何不留下一個品牌 這是余雪暉對佳星電器 其副創辦的企業 多年發展的質問 目前的消費趨勢是 消費者不會問產品生產商製造商 而是直接問品牌 對發展企業自主品牌的執著 讓余雪暉不放過任何機會 去年以來 跨幾貿易電子商務者 總身貿易業態興起 引起了他的興趣 如果可以繞過國外的中間商 直接賣給國外消費者 持溪產的家電完全可以對接全球市場 一場全網快營燒開始了 今年 余雪暉投入很多精力帶領團隊 對接國際國內主要的電商平台 與阿里巴巴集團建立戰略合作 利用速賣通貨線上批發兩大平台全球營銷 與預備達成初步戰略協議 以英國市場為主戰場 打開市場擴大銷量 成為跨境電商小家電行業大賣家 撕水過程中 遇到的最大麻煩就是物流 當地一家電器企業找到余雪暉 反映了一件令人困惑的事 該企業嘗試通過網絡把產品賣給國外的海陶燭 一台繳育機 發國際物流 消費者反規收到貨後 機器破裂了 影響使用 在多方請教之後 余雪暉找到了一條可能的路徑 建海外倉 通過海外倉這一平台 池溪家電企業可以做到池溪接單 國外發貨 企業通過海運 用集裝商把貨物運到自己的倉庫 單件貨物物流成本下降 使池溪家電直接面對海外消費者 眼下 美國倉與合風集團戰略合作 利用合風在全美三十多個倉庫網點 實現全美物流本地化配送 最大程度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產品競爭力 英國則選擇阿呂海外倉 深度優化物流方案 藉助阿呂這條大船出海淘金 法國與小孔國際深度合作 通過本地化運營素做法國家電行業新品牌 俄羅斯海外倉是今年剛開匹的 6月份俄羅斯倉第一批貨已經踏上精程 預計本月底可以到達 德國倉、西班牙倉、巴西倉項目 都已經進入到實際準備階段 計劃在2015年底完成部署 進入國際市場 雖然從絕對值來看 今年上半年二百多萬美元的銷售並不算多 但是一旦走上正軌 其發展速度將市井噴飾的跨景電商的南海 除著海外倉資源的出現和豐富 新的出口模式出現 自主品牌加跨景電商加海外倉 是對原有 外貿出口的全新升級模式 需要的不僅僅是走出去的勇氣 還須要離他共贏 善於藉助外力的心態 而雪輝在他的創業筆記裡這樣總結 是對原來的 是對原來的 現在是從絕對原來的 變成有一個 是對原來的 是對原來的